各位同心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有吃飽 有 是有很 應該在場的大部分的都是昨天晚上就來了對不對 有今天來的嗎 有喔 颱風天欸 怎麼來 怎麼來喔 我有剛剛好才知道 所有的客運 高鐵 火車 都沒開了 都沒開 所以中南部下午要來中央的都沒辦法來 所以各位很辛苦 來到這邊上課 然後不畏風雨 給自己一個掌聲鼓勵好不好 我有看到在場有很多的同心是 跟我們一樣服裝儀容已經標準了 請問是已經過了職前訓 然後來補課的嗎 是不是 不是 就穿得這麼漂亮喔 這次初級班 第一次來上初級班的請舉手 第一次 對 好 謝謝 很高興喔 今天能夠在這樣子外面喔 風雨交加的日子裡面 我們在裡面安穩的可以來講講我們台灣民政府 跟台灣的歷史 我想問問看在場的同心 有沒有是自己看爆章雜誌來的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以前喔 台灣民政府喔 前幾年 基本上是不會有這樣的人 因為呢 台灣民政府呢 要上爆章雜誌廣告其實是 在以前啦 曝光率來講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可是呢 在這今年 也就是這一年 曝光率非常之高 然後還有 基本上爆章雜誌網路上 都會看得到我們台灣民政府的報導 有沒有看過 有 有齁 我覺得你們說要睡著了咧 我們做一點回應好不好 我上課很輕鬆的嘿 不要再嚴肅好不好 好不好 好 來 我來問看看 有沒有同心是被逼來的 如果逼你的人坐旁邊 你可以偷偷的這樣舉手 有沒有人逼你來的 都沒有 真的都沒有 有在笑的可能是有喔 為什麼這樣問 因為我就是讓人逼來的 我是被逼來的 怎麼被逼來的一直逼到現在還站在這裡齁 一開始啦 就是我們家的隔壁的媽媽 隔壁的阿姨齁齁 他就來找我媽媽 他就跟我媽媽說 欸 我跟你說喔 台灣啊 要變天啊 要多政府啊 我媽媽讓我聽到齁 他就很震驚的 他就回來跟我講 嘿 妹妹我跟你說喔 隔壁的阿姨說齁 台灣啊 要多政府啊 我就跟我媽媽說 你們覺得我會相信嗎 我跟我媽說 你絕對讓人騙啊 哪有可能 對不對 第一個反應通常都是這樣 對不對 我說齁 政治 禁敵 很黑暗耶 我們不要去罵好不好 我媽媽就說 喔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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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就不了了之了 過了沒多久 隔壁的阿姨又來了 欸 我們那個齁 每一個州齁齁 都有那個州辦公室 知道嗎 剛知道 他說齁 我們那個州辦公室齁 裡面有很多人齁知道 這個法理地位 台灣的這個 為什麼要換政府的原因 你要帶齁齁 你們女兒子去聽嗎 我媽媽回來就跟我講 欸 沒齁 我們啊去聽看看 我就跟我媽媽說 不要啦 我不贏啦 這絕對是騙人的啦 不可能啦 然後我媽就說 去啦 我說不要 結果我媽就說 好 我自己去 我就說 好 我幫你去 我怕他讓人騙你知道嗎 他要自己去 我就想說 這樣不行啊 他如果是讓人騙要怎樣 這樣我就不會去 我就陪我媽去 去到那裡 大家知道嗎 聽完之後 走出來 我媽幫我問 你感覺怎樣 我就跟我媽媽說 我感覺怎樣喔 從小到大 我讀的歷史課本 第一次聽到 中華民國叫做流亡政府 是不是正常的 在我這個年紀啦 我跟有年輕 還好啦 可是在我這個年紀 算是政治能感 是不是很正常 不會不太關心 國民黨民進黨 打得你死我活 不敢我的事情 台灣國際地位以後 會變成怎樣 不敢我的事情 我只要能夠吃喝玩樂就好了 是不是 但是 在我這個年紀 大部分 不會太關心 國際地位 台灣 很正常 我就跟我媽說 我從小到大 我從來沒有聽過 中華民國 為什麼叫做流亡政府 第一次聽到 結果呢 我媽媽不懂啊 她也沒辦法解釋 所以我媽就說 嗯 好啦好啦 我們回去 喔 又不了了之喔 結果 很感謝隔壁的阿姨不死心 她又來了 她又來了 跟我媽說 欸 我跟妳說 台灣民進府 中央有開口 開初級班 妳跟妳女兒子 先來上課 我媽就開始了 她又來跟我說 欸 妹 沒有妳先去上課 看看 聽看看 我說不會 妳說為什麼 妳們都沒有去上課 為什麼要叫我去上課 沒有妳先去上 我媽說 啊我就聽了沒有啊 妳先去上 妳上課後 這回來跟我說是真的還是假 這樣我才苦力去上 我哪有 我說怎麼會這樣 啊 不死妳 叫我先去 先去聽 啊 妳自己先去聽啊 我媽說 啊我聽了聽了 我回來 我也不會這樣說啊 妳就先去聽了啦 我說我沒有啦 我沒有贏啊 結果我媽很厲害 她就從早到晚 只要遇到六日 她就開始跟我錄啊 欸 看電視喔 有贏嘛 妳就有贏啊 妳在家裡 有贏啊 不然妳在上課啊 我說我賣啦 結果到最後齁 我有沒有來上課 有齁 屈服了 屈服在我媽媽的淫威之下 因為優好啦 想說好啦好啦 給她開心就好了 我待會兒上課 就跟大家一樣齁 坐在這裡上初級班 三天兩夜 請問各位 我上完初級班 我相信了沒有 剛剛相信嗎 相信啊 還沒 我齁 三天兩夜的初級班 上完之後 我馬上就相信了 這樣有單純嗎 我齁 就相信啊 因為我很認真的聽課 聽完之後 我就覺得好有道理喔 然後結果 我就相信了 相信了之後呢 我還滿著 滿腔的熱血有沒有 然後就跑去跟我朋友講 我跟你說齁 台灣民情婦齁 怎樣怎樣 我十幾年的好朋友齁 聽完之後 他就跟我講一句話 你齁 絕對讓人騙了 我說你怎麼這樣說啊 結果齁 價錢啊 他就買電話給我 我說你覺得怎樣 我實在你十幾年齁 你絕對齁 沒有齁 上網去查對不對 欸 你怎麼這麼了解我 我知道你賓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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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去查對不對 我說齁 那不然你查到什麼 網路上齁 一大堆寫 台灣民政府 詐騙集團 你還去上課 欸 他說是不是真的 對啊 是不是 我就跟我們朋友講齁 喔 這樣我比你更聰明 他說為什麼 我說 台灣民政府是詐騙集團 請問台灣民政府成立幾年 他不是幾個事喔 我說在台灣民政府裡面 老師醫生律師博士碩士 學歷比我高很多的知識分子 大有人在 他們都相信了 憑什麼輪到我來質疑 我說如果今天我要問任何法理健身的問題 有關台灣國際地位的問題 隨隨便便找一個人都能夠回答我 想的比我都還要深刻 我說我直接問就好啊 啊 我朋友就沒說話了 我說這樣我是不是比他更聰明 事實上是比較平凡啦齁 我就跟我朋友講 一件事情是不是有正反兩面 如果今天你沒有給自己一個機會 來看看他的正面 你只看到他的負面 請問你有辦法公正的判斷這件事情的對跟錯嗎 你一定得聽到對的 那一面跟錯的那一面 你才能夠去判斷這件事情的真偉嗎 是不是 所以說我就跟我們朋友這樣說 我們朋友就說 好 這樣要跟你問 日本啊不是已經放棄 在最近夏和平條約不是已經放棄 台灣澎湖的民力請求權了嗎 為什麼你們台灣民政府還說 台灣的國際地位是日暑美戰 知道我怎麼回答他嗎 我就跟你說 我跟你說 我下禮拜上完高級班再回答你 不好意思 因為我初級班剛上完 法理太深奧了齁 我沒有辦法那麼快就回答他 所以各位從昨天上到今天 請問你們對台灣國際地位有很認識的請舉手 喔 很棒喔 很清楚台灣的國際地位目前是怎麼樣齁 因為大家要知道法理齁 他不是聽一堂課兩堂課你就可以理解的 他其實呢有他深奧的地方在 對不對 我看有童星齁買那個新台灣論啊 那個新台灣論呢裡面erman還有你們 所有問題的答案 在裡面都找得到 我上完初高級 我還是沒辦法理解 所以那時候是裡面 很多前輩的童星 他就鼓勵我去考俊手 大家知不知道俊手是什麼 知道嗎 滾輸 滾輸我們在9月5號的時候 有召開全台灣民政府的 俊手資格的考試 9月5號 9月5號 我希望各位童星 甚至是年輕人 都把握機會來考試 不管你有沒有讀 都來考考看 讓你知道說 你對台灣的國際地位 到底了解多少 然後這個部分呢 口滾輸 不用錢 但是他就是一個資格的認證 以後台灣民政府執政之後呢 你 他是接近 就是全民普考 你以後競爭的對象 是2400萬的人民 現在競爭的對象 只有我們這些童星而已 所以這個部分呢 能夠考 一定要把握機會考 俊手 副知識 知識 一定要擁有俊手資格 滾輸是啥 滾輸就是 後面的類似 縣市長 要怎麼看 滾輸就是後面的 譬如說桃園縣長 桃園市長這樣 因為 他是擁有人事權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 為台灣民政府喔 盡一份心力 然後你對 俊手 副知識 知識 這一些職位 你有很大的興趣 9月5號一定要來考這個資格 我歡迎大家都來考好不好 好 盡量來參與這個考試 好 現在呢 我要帶大家喔 來看 因為台灣的歷史軌跡喔 大部分很多人 其實被流亡中華民國教育喔 大部分都是錯誤的歷史觀念 很少人知道台灣真正真正的歷史 所以今天喔 雖然歷史喔 很無聊耶 可是我還是希望大家可以真的了解 因為畢竟我們是本土台灣人 好不好 真的了解台灣真正的歷史是什麼 我們現在來看喔 FORMOSA有沒有聽過 有喔 它是哪裡 FORMOSA是台灣嗎 有沒有看過這一個地圖 這個地方是哪裡 這座三地這 這是哪裡 不知道喔 對 綠賓 還有嗎 南海 還有喔 台灣 對 就是台灣 我現在台灣的地圖就是這樣 製造三地 這個是在13 14世紀 葡萄牙 西班牙他們展開 大航海的世代的時候 從日本琉球 這樣子來到這個島嶼的時候 欸 哇 哪有這麼碎的島嶼 結果後來發現 喔 原來它就是台灣 然後當時呢 歐洲人齁 他們有一個 FORMOSA表示美麗的意思 他們就將FORMOSA賜給台灣 也就是美麗之島的意思 所以這個是最早期的台灣的航海圖 但是那時候因為航海技術不是很發達 所以不知道台灣是幾地 他畫出來 製造三地 有沒有 是畫錯了 可是這個是最早期的台灣 所以FORMOSA就是當時賜給台灣美麗之島的意思 所以台灣以前叫FORMOSA 那大家知道最早活動於台灣的外來民族是誰嗎 照你們 西班牙 夠不 荷蘭 夠不 西班牙 荷蘭 很正常 這就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給我們的歷史教育 在13 14世紀 日本人已經在FORMOSA這塊島嶼上活動 一直到1633年得川幕府鎖國政策禁止日本人赴海外發展 所以才停止在台灣這塊島嶼上活動 日本至少比中國提早300年以上在台灣這塊土地居住跟活動 所以是不是開始跟你們的歷史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一般是認為西班牙 荷蘭 可是其實在歷史的文獻當中 日本最早最早就已經在台灣這塊島嶼上活動 所以荷蘭當初也就是剛剛提到的荷蘭 他是第一個比較有制度性 佔據台灣的一個外來民族 但是荷蘭要來到台灣 他每年還要向日本的德川幕府 禁貢3萬張以上的陸品 日本才准許他來台灣這塊島嶼上活動 跟居住 所以當初為什麼荷蘭要來到台灣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當時西方的國家最喜歡東方國家的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剛才 瓷器 絲綢 所以當時呢 東方國家的瓷器絲綢 對西方國家來講 那相當於他們的黃金一樣這麼有價值 所以荷蘭東印度公司當時崛起之後 他們也想要分一杯羹 那他是不是要找一個基地轉運站 來連接他東西方的一個貿易 所以他那時候最早期他是找澎湖 澎湖結果 當時的中國也就是大明國 他感覺澎湖離他太近了 他就出兵把荷蘭趕走 那荷蘭第二個選哪裡 台灣 荷蘭第二個就選擇台灣 請問如果荷蘭人在台灣 他是有以經濟利益貿易 為他的主要目的 請問他會不會好好對待台灣的人民 會不會 不會 他會不會好要建設台灣 不會 所以有沒有去過台北淡水的那個紅毛城 有去過 有人去過嗎 有沒有去過安平古堡 有 當時安平古堡 就是荷蘭那個時期的樂蘭遮城 當時荷蘭在台灣占據的時間裡面 他沒有好好建設台灣 也沒有好好對待台灣人民 所以他蓋的這個遺跡就是軍事基地而已 來嚴密的控管台灣的人民 有沒有聽過紅毛鬼子 就是在那個時期 指的就是荷蘭人 所以在十六十七世紀的時候 已經奠定台灣是很重要的經濟枢紐的位置 可是這時候呢我們已經打開 台灣已經打開航海的世代了 已經接觸到西方的世代的文明了 那大家知道中國和民族到那個時間 他們甚至不知道航海圖是怎麼繪製的 也不知道地球是圓的 所以這個代表什麼 當時中國跟台灣已經開始有文化落差了 這個文化落差會造成台灣以後的歷史事件 很重要的 所以從現在開始 放大檢視你對台灣過去歷史的認知 我們要從國際觀來看台灣 不是從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捏造的歷史來看台灣 這非常重要喔 FORMOSA一個政權的輪替 1624年日本讓與荷蘭 1662年荷蘭讓與政成功 1683年正式王朝讓與大清帝國 1895年大清帝國讓與日本 1945年4月1號日本正式將台灣編入國土的一部分 1945年10月25日起 因日本戰敗被中國人佔領到今天 那大家剛剛提到的荷蘭東印度公司 請問荷蘭有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有沒有 沒有 為什麼沒有 有人知道為什麼沒有嗎 來 荷蘭他的主要有效管轄範圍有沒有 急於FORMOSA的全島 有沒有急於台灣的全島 沒有是不是只有這裡而已 一點點 所以荷蘭他的有效管轄範圍不急於FORMOSA的全島 因此荷蘭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這樣了解嗎 好 那誰把荷蘭人趕走的 鄭成功 好 大家知道鄭成功為什麼要把荷蘭趕走嗎 為了救台灣嗎 為什麼 反清復明 反清復明有沒有 好 如果今天鄭成功他是為了反清復明的話 請問他會不會好好對待台灣的人民 會不會好好建設台灣 不會 因為他一樣有他的目的性 當他佔據台灣的時候 請問鄭成功有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沒有 為什麼 為什麼 鄭成功的有效管轄範圍只有哪裡 是不是只有一點點而已 跟荷蘭一樣 因此 鄭成功有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沒有 那誰把鄭成功趕走的 對 大清國 大清國把鄭成功趕走之後 在1683年大清帝國佔領台灣 有沒有看過這張地圖 他是哪裡 台灣 為什麼台灣只有一半 為什麼台灣只有一半 台灣是一個很漂亮的韓籍啊 被人家咬掉一口 是嗎 怎麼剩一半而已 他都辦不期待啊 九三 九三不去啊 這個呢 為什麼呢 因為 來我問大家 大清國有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 如果大清國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表示台灣從來沒有屬於過大清國跟中國 大清帝國佔據台灣幾年 有沒有人知道 212年 有長嗎 212年長不長 很長齁 逐一改變我們的文化 改變我們的思想 可是呢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212年這麼長 他為什麼 東半部呢 一直到1895年 大清帝國對台灣領土 有效管轄範圍 不及於佛爾摩莎的全島 僅限於西半部的 六個漢人屯墾區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212年很長 他為什麼不把東半部的高砂族也統治了 為什麼他只有統治台灣一半而已 為什麼 有原因的齁 這個原因呢 就是他即使了212年 離開台灣之後 他也沒有有效的管下整個台灣的領土主權 原因在於什麼 大清帝國所認知的台灣 當時 他把正成功趕走之後 大清帝國的皇帝 他就說 我沒想要台灣了 師郎他就說 為什麼不要台灣 大清帝國就說 剛剛我有提到 荷蘭有沒有好好的建設台灣 沒有 正成功有沒有好好的建設台灣 沒有 所以到大清帝國的時候 他認為台灣就是一個荒蕪的化外之地 建設要不要錢 要管理要不要錢 要 因此 他覺得他又沒有打開航海 中國當時又沒有 發展他們的航海 所以他覺得台灣離大清帝國很遠 因此 他就覺得說 這樣 我覺得台灣很麻煩 要花錢 又離我這麼遠 我沒想要愛台灣 可是那個時候師郎就跟皇帝建議 不行 你一定要把台灣佔領起來 因為你不把台灣佔領起來的話 如果又被有心人士佔領台灣 然後反親負民 這樣要怎樣 皇帝就說 你說的是不對 不對啦 不過我不是想要花錢啊 這樣要怎樣 這時候師郎就跟他建議 台灣呢 僅為蛋丸之地 得也好 不得也好 那我提供你一個 班兵制度 什麼叫班兵制度 三年為一任 治理一個地方 要不要文武官員 要齁 那我們先來講文官 你要縣市長嘛 公務人員 他就說齁 皇帝我告訴你 三年 三年齁 你就齁 跟他講 他只要去台灣三年 回來之後 就幫他升官又加薪 然後把他的家屬家眷 全部都扣押在大清國中國 然後不要讓他齁 去到台灣 這樣他在那裡 就不會當地落葉生根 他就不會在那裡 跟人家造反 他就一定會回來 然後呢 派他去那裡呢 要不要個坐船啊 半年什麼的 來到台灣 然後齁 經過一年的熟悉地方鄉里 要不要 等到他拿起筆來齁 要寫對台灣這個地方 要怎麼建設的企劃書的時候 不好意思 你就要回去 那請問他會不會好好建設台灣 不會嘛 做得好跟不好 大清帝國的皇帝根本就 沒在意啊 所以他只要來這裡做個貪官 有油水就撈 反正我做得好 也沒人會再加獎我嘛 我做得不好也沒人管我嘛 是不是 武官咧 要不要兵 要不要警察來管理 要 師郎就跟皇帝說 你齁 就在大清國 把所有的無業遊民 都揪揪了 所有的無業遊民 揪揪了 派去台灣 一樣齁 用三年為一任的 班兵制度來管理 請問 這樣台灣的人民 會過上好的生活嗎 文武官員狼狽為奸 再加上台灣不足成 因為他不想花一毛錢 治理台灣 因此連縣市政府 都不用蓋了 那錢有沒有 信起來 欸 請問212年之後 台灣會得到真正的發展嗎 不會齁 一樣落後跟貧窮 因此 東半部我們是不是有英勇的高三民族 你只要 有沒有看過賽德克巴萊 你只要進來我的獵場 我就 殺頭 所以第一個 中央山脈很難越過去 再加上很難攻打 因此又要花費人力物力時間 完全不想建設台灣 所以他根本沒有心情去 把東半部給統治下來 因此即使經過了212年 他仍然有效管轄範圍 只有台灣的西半部而已 這樣了解嗎 因此 在212年 大清國統佔據台灣的時間裡面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 就是當時台灣的社會情形 一直到了 大清帝國 1887年才完成台灣的建神 也就是說 大清帝國在佔領台灣的西半部的時候 204年之後 宣布台灣併入 大清帝國的版圖 欸 有感覺這句話怪怪 有感覺這句話怪怪 本來的關懼範圍不及於台灣的全島 齁 僅限於西半部的六個漢人屯坑區 因此台灣 從來就沒有屬於過大清國 從來沒有屬於過中國 所以中國呢 以前他們不知道 一直以為爺爺的財產好像還是他的 其實爺爺從來沒有擁有過這個財產 所以中國到現在 不敢講台灣跟澎湖是他的 他只敢講台灣跟澎湖是他的核心利益 因為他們開始有智慧了 開始會讀國際戰爭法了 所以他們知道 他們從來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這樣清楚嗎 但是呢 我們呢被影響了什麼 我們還是被衝擊了很大的文化 為什麼很多人啊會覺得 好像我們的祖國是中國 這是因為212年長不長 長不長 很長齁 大家知道台灣最早最早的文化是什麼嗎 平埔族 高砂族齁 他們彼此之間每一個色每一個色之間的族語 稍微有點不太一樣對不對 阿美啊 泰亞啊 有沒有 是不是族語之間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因此呢 為什麼我們很容易被外來民主 荷蘭來 鄭成功來 大清國來 我們就被統治 為什麼台灣從來就沒有過自己的國家 因為啊 一個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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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間 他們沒有共同的文字 共同的語言 共同的字度跟書 因此呢 它沒有組織成一個國家 所以我們是不是只要外來的民族來 我們就很容易就被統治了 這是原因齁 但是呢 我們最早期是什麼 沒有文字沒有書 我們只有代代相傳 靈魂不滅的傳說齁 勇士傳說 一代傳一代 我們的祖靈呢 我們的英勇什麼的 但是我們就是沒有文字沒有書 因此很容易被外來的文化所影響 被外來所統治 那我們被影響了什麼 請問各位有沒有出過國喔 知道日本他們都拜什麼嗎 神社嗎齁 啊美國都信什麼 基督教 天主教 你是不是講到一個國家 你就可以很自然的就想出來 他是信什麼的對不對 請問台灣姓什麼教 台灣有什麼教 道教 佛教 基督教 天主教 睡覺 什麼教都有 是不是 台灣有沒有發現很奇怪 台灣這麼小一塊地方 為什麼文化這麼不同意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別的人家的國家啊 信什麼教都是一樣的 為什麼台灣會有這麼大的落差 這就是台灣的歷史喔 我們最早起訴是被荷蘭佔據過 荷蘭當時是以通商為重點 可是呢 他除了通商之外 他還有一個傳教 不是 这个是中国当时 也就是大清国 来到台湾占据的时候 212年的时间 所带来的影响的文化 刚刚有讲到212年长不长 很长 足不足以影响我们很多的东西 足以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不是我们本土台湾人的节日 这是当时他们所带来的文化 秘书长就讲 台湾民政府执政之后 我们可以结合东西方最好的文化 东西方最好的制度 来运用在台湾 如果今天我们烧金纸 会破坏臭养成 我们改成鲜花好不好 也是不错啊 我们将不好的文化把它剔除 留下好的文化成为台湾 本土台湾人真正的文化 好不好 这是一个很棒的理想 因为我们本土台湾人 没有拥有过自己的文化 但是我们可以创造 因此大家要知道 本土台湾人真正的历史是什么 我们被冲击了什么 最早期的时候呢 我们是以代代相传灵魂不灭为传说 再来呢 荷兰的时候 我们被影响了基督教 然后到了大清国 来到台湾的时候 我们影响了什么 各大节日 这样集体潜意识的文化 造成很可怕的魔咒 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位童心 你们怎么来到这里上课 每一个人的机缘都不同 有的人一听到就来了 有的人可能像我一样 我们隔壁的阿姨三棍娃鲁 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原因 但是呢 这个就是什么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 他给了我们70年的教育 这个教育真的足以 把大家都彻底洗脑 这是非常可怕的 有没有看过这一个合约书 有看过 终于我们在1895年 大清皇帝正式将台湾及澎湖 永久歌让给日本签皇 来看到这里 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 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 所签订的什么 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 澎湖列岛及维度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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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这一张看起来很像什么 这一张合约书 看起来很新鲜的 有没有像土地全壮 有行吗 有没有像当时那时候 土地歌让的全壮 把台湾的整个地理位置写得清清楚楚 有没有 各位要知道哦 从当时的甲午战争 也就是这一个 这个条约大家知道 这是马关条约 日称下关条约 这一个条约呢 从这个条约之后一直到现在 包括旧金山和平条约 没有任何一个条约 有在将台湾跟澎湖给 歌让出去 除了这个条约 一直到今天 没有任何一个条款 有在将台湾跟澎湖给歌让出去哦 这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 日本我们称下关条约 所以我们歌让给日本之后呢 我们就进入了什么时期 日治时期 日治时期啊 其实我上课的时候上到这里啊 我当时有个疑问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 我上课上一上 我有感觉 你们台湾民进府的老师 都说啊 日本啊 对我们好 对我们好 不过啊 在我的记忆里面 好像还是有抗日啊 有没有 好像还是有对峙抗战 有没有 打仗嘛 是不是 原因是什么 后来呢 我研究之后才知道 原来日治时期 它是分为三个阶段 前中后 前期大约二十几年 中后期大约三十几年 前期的时候呢 有没有看过这个 这是什么 专歌 倒菜桌 这都了解了齁 我请问喔 专歌 倒菜桌 因为对峙抗战喔 台湾的这个 民族意识很强喔 所以日本当时呢 来 控管台湾的时候 我们有 专歌 倒菜桌 来给它打 一定死的嘛 可是大家知道吗 日本啊 来到台湾的时候 没多久 就死了三四千个人 怎么死的 专歌倒菜桌 给它打是 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 水土不服 不是齁 不是水土不服齁 是病死的 啊病死不是因为水土不服 是因为什么 台湾齁 当时齁 太脏乱了 有到垃圾了 垃圾到齁 可以杀死日本兵 你怎么有厚 厚不 厚不 厚齁一枚棒齁 因为经过大清帝国212年统治 刚刚说 有没有好好建设台湾 没有 结果所以日本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 要死喔 哪这垃圾 结果就 病死了一堆三四千个兵齁 嚇到了谁 当时的武官齁 厚藤欣平 所以他当时 刚才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是用 严格的 德国式的殖民主义 来控制台湾的社会 因为他必须先 控制之后 才得以稳定 他有发现一个问题 诶 台湾的东半部 怎么会这样 台湾西半部 只有被统治过的 只有 西半部被统治过的痕迹 东半部没有 那要怎么 他就发问 怎么办 美国就跟日本讲 你要像 依照国际战争法 像美国征服印第安人一样 用武力征服 因此 我们就有记忆中的抗战了 当时是怎样 他必须呢 先武力征服我们的高沙族 东半部 还有所有的西半部 全部统整之后 他才能够有效的治理跟管理 他才有办法建设啊 是不是 因此 刚开始 他用严格的殖民主义 控制台湾的社会 然后 将东半部也收服了 所以 当时呢 台湾的异民军 日本人 他们有 给我们一个称号 是可杀不可辱的台湾民族 表示我们很英勇 那结果呢 这个后腾新品 他有过他有没有工 他有工吗 有工齁 来我问看看 有办台湾民政府身份证的请举手 大部分都有齁 谢谢 那请问你们 去办台湾民政府身份证的时候 叫你们去申请什么 户籍腾本 什么时候 日治实习的户籍腾本 为什么不是大清国时期的户籍腾本 为什么 有什么是日治时期不是大清国时期的户籍腾本 因为 大清国时期根本就没有户籍腾本 一直到了日治时期 也就是后腾新品的时候 他做了什么 户口普查 他将你家家户户 你家家户户 你家家户户 你家家户户人 团杂得清清凑凑 所以台湾到现在都还在沿用日治时期的户籍腾本 他还做了什么 生物学科学农业工业 卫生教育交通警察等发展 因此 这些建设到了什么 1904年 也就是名字37年 台湾的财政已经完全可以自主 不需要日本内地的中央补贴 甚至台湾的很多的公共建设 比日本当时的内地还要进步 譬如当时台北下水道的覆盖率 是当时亚洲的第一高 有高吗 有高吗 有没有突然觉得我们从很落后的国家突然 嘿嘿 没有几年变得很厉害 有没有 所以有没有开始感觉到 当时台湾很先进喔 台湾当时在全世界来讲 是很先进的国家喔 在这个时期呢 发展的速度非常快 除了日本的建设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台湾是一个宝岛 一年三收 物产丰饶 台湾的地理气候呢 是非常棒的 因此你只要稍加建设 台湾就非常好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财政已经完全可以自主 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这有个重点喔 荷兰 有没有好好建设台湾 郑成功 有没有好好建设台湾 大清国也没有好好建设台湾 对不对 因为建设要花钱 所以他们没有眼光喔 到日治时期的时候 他投入大量的资源的时候 台湾呢 除了 不需要日本再给他钱之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台湾还成为日本的 大米仓 这样有聰明嗎 有聰明喔 到了中后期 也就是中后期三十年左右 换了文官田建智郎 跟当时的首相袁靖 他们就商量台湾真的不错 我们来把他成为日本的国土之一 好不好 不错嘛 那要怎么办 依照国际法 万国公法 他需要做什么 他要合法嘛 因此他要做内地延长的主义政策 也就是童话政策 最起码你们要有共同的语言啊 所以当时做了皇民化 我们长辈有没有学过阿姨有的喔 有喔 老一辈对不对 你最起码要有共同的语言 共同的效忠对象 让台湾人如日本人一样 效忠日本天皇 这样才能成为同一个国家的人啊 因此日台共学日台通婚 任用当时最好的建筑师八田语一 有听过吗 台湾很重要的喔 如果没有他喔 台湾不会成为今天的鱼米之乡 他做了什么 一个深爱台湾的日本人 一个震撼亚洲的伟大工程 这个八田语一呢 当时呢 有去过家了 屋山头水库 有人去玩过 有人去玩过吗 这个八田语一喔 雕像在那里 他就这样吐了 看着台湾的这块土地 他就在想说 我要怎么做 才能让这些水 绵延台湾的数万公里 让台湾的稻田呢 都能够灌溉到 然后让台湾的这个一年山收 成为这鱼米之乡 所以他当时做了什么 台湾的嘉南大郡 乌山头水库 台南水稻计划 桃园大郡 都是当时 台湾现代化很重要的土木工程 乌山头水库 甚至是当时世界第三大 刚刚亚洲第一 现在世界第三 有厉害喔 有厉害喔 台湾啊 一年山收 物产丰饒 照理来讲喔 不会缺水 但是台湾每年夏天都在缺水 有什么 知道我们的水库的淤积啊 一百年都挖不完耶 所以到底是人为建设的问题 还是气候的问题 如果今天有时候我都会难过的 我都会想喔 如果当时我们没有被落后的 中华民国给占据的话 我们让日本人一直统领到今天 台湾现在的建设 绝对不是像现在这样 没有钱喔 那个马路就开始开挖 然后挖的都是台湾人民纳税人的钱 所以这很重要喔 你也感到很难 当时在这个时期 台湾就已经非常的进步了 当时呢 谁奠定台湾的经济奇迹 是谁 日本 是日本还是十大建设 是日本 当时的台湾的经济奇迹 还有以后的亚洲四小龙 都是在日治时期 当时奠定的基础喔 我们做什么 贯穿南北的重贯铁路 轮船 机场 开发全台的电力 火力水力发电 还有所有的资讯传播网 形成强而有力的资讯传播网 到这个时期 台湾才能真正的称为上是一个国家 而且还是很强盛的国家 这样有厉害嗎 很厉害喔 所以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啊 他们还没有建立的时候 台湾已经比贫穷落后的中国 进步一百年以上的差距耶 一百年耶 这样有久吗 有喔 当时已经建立了各级行政的司法机关 警察系统护政系统 農会金融财政体系及普及全岛的初级教育 普及全岛初级教育很重要耶 如果今天我请各位现在就在这边 就地大小便 你敢敢敢 你敢敢敢 不敢吧 是不是会有道德伦理羞耻心 可是有没有发现 连中国到现在还在路边随地大小便 新闻有没有常常看到 你们可以想像 到现在他们还是这样 当时跟台湾的文化落差到底有多大 到底有多大齁 这会造成什么 台湾以后的历史残剧 很可怕齁 1941年的时候 台湾平均一千人就有舞台的电话 中国42年后才达到这标准 1943年台湾儿童的就学历已经达到71.3% 中国还要二十几年后才勉强有达到这标准 有没有看到这些学生 他们在干嘛 在做啥 踏踏踏踏有什么要跪勒 有什么不在坐勒 跪勒要培养什么 要培养什么 武士道精神 所以你们知道这武士道精神 他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影响台湾很深的一个文化喔 台湾的民族文化喔 有没有看到这群学生 头发很整齐 鞋子很漂亮 有没有 看到这一张喔 我妈妈就跟我问 有什么啊 那时候他们有鞋子躺穿 我踏踏的时候还没有鞋子躺穿 我说妈妈 你应该比日子时期更年轻 你绝对不可能是那时候生的 你踏踏的时候没有鞋子躺穿 是什么时候 我妈妈说 嗯 诶 就是流亡政府中华民国来到台湾没多久 那请问台湾是退步还是进步 退步喔 当时有鞋子可以穿 等到他们来的时候没有鞋子可以穿 大家知道那时候有多少人饿死街头吗 这一张是日志时期喔 第一所成立由台湾人就读的小学 然后呢跟日本呢 打棒球 打赢了 打赢了日本 然后合影留念的照片 这代表什么 代表 当时日志时期的社会 台湾人 人人 吃的肉 穿的烧 还有时间去打棒球 对吧 你如果是今天吃的肉穿的烧 你有时间去打棒球吗 没有喔 妈妈回来就叫你去做事了 还有时间给你去打棒球 还有时间让你去画画 不可能喔 所以这个层层坡喔 很多人认识他喔 他是当时一个还蛮有名的一个艺术家 所以大家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喔 这之后会讲到 有没有看到1895年 大清帝国统治下的台湾 有拉撒吗 有拉撒吗 有拉撒 50年日志时期改正后的宽敞道路 212年 212年 50年 212年 50年 这样有差吗 这样有差吗 一个有用心对待台湾 治理台湾 跟一个台湾不足成 班兵制度 这样有差吗 請问大家会觉得他还是我们的祖国吗 大清国有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 没有喔 终于 日本天皇后他下达了诏书 他在下达的诏书的这一刻呢 1945年4月1号他颁布了明治宪法 从此台湾呢 跟澎湖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依照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 之后再颁布了宪法实施于台湾 赋予台湾人参政权 下达征兵令 所以一切依法合法 台湾在这一刻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之一 有没有看到这个Japan就是日本的地图 这是日本的地图 台湾台湾在日本的地图里面 有看到吗 什么叫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这里有一个案例 刚刚我们有没有看到 甲午战争之后是不是签了一个下官条约 下官条约呢 是不是将台湾跟澎湖割让给日本天皇 可是当时呢 大清帝国的皇帝他不只割让台湾澎湖 他还多割了一个地方 叫做辽东半岛 结果有三个国家出面抗议 等一下 你那个 辽东半岛是当时大清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不能够给你日本天皇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辽东半岛叫做当时满清的奉天 奉天是满清的起源地 因此 当时是属于大清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因此日本遵照 国际法 万国公法 他再签订了一个辽南条约 将辽东半岛又割还回去给大清帝国皇帝 那了解吗 因此台湾跟澎湖割让给日本天皇 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之一的时候 请问他还不可不可以被割让 不可以 然后刚刚从刚刚的下官条约之后到现在 没有一个条约有在将台湾跟澎湖给割让出去 那了解吗 所以台湾跟澎湖目前的领土主权还在谁的手上 日本天皇的手上 那了解吗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什么 1941年的美日太平洋战争 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我们休息10分钟大家动一动好不好 好我们下一课再回来谢谢